由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网主办的2018天生我才美国青少年才艺大赛首场出赛将于9月15号正式打响 今年的比赛全线升级,提升了制作力量和参与度 在赛制方面,舞蹈组别将分组更加细化 除了分青年组和少年组之外,还将三人以及以下人数的舞蹈和群舞分开 今年的大赛评委团比较去年也更加强大,人数接近60人 本周四五两天,提升我财组委会还召开评委会 就比赛规则和批审要求与评委们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评委们也为正在备阵的小选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对自己声音的理解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你要知道自己声音哪一块是最好听的 那这首歌,其实歌不一定要唱它的原调的 那你可以选出唱适合自己的那个调 那也会帮助你更好的发挥 舞台上的一些动作,首饰,还有这个服装什么的 我觉得都可以再好好地参照一下 网接的一些小朋友参赛的一些视频录像 把比赛放到退后一步 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华 这个是第一位的 而且要让自己喜欢的东西永远不要放弃 这也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希望 我们注重过程并不要求结果能够在这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 留下你们精彩的瞬间,留下你们的才艺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和机会 千万要根据它的标准来准备 比如说长短啊,时间的控制啊,还有各方面 因为比赛肯定把你最好的浓缩在限定的时间里面 小朋友们一定要沉浸在对于就是说怎么样演绎做曲家的每首作品方面 多下功夫 因为如果他们全部都陶醉在音乐里面 他们就没有时间或者空间去想 如果我弹不好会怎么样 让自己沉下心来 怎么沉下来就是一个深呼吸 这个深呼吸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充分 我觉得这非常有用 选择作品的还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作品 并且最适合自己的作曲家的作品 或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只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才能够发挥这个作品所有的潜力 最自然的表演 不要去刻意地去想要做要弹给观众听 最主要是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什么 你不要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报名参加本届天生我才的小选手们将有机会 参加由曼哈顿音乐学院教授受课的亚马哈钢琴大师班 以及获得林肯中心室内乐音乐季的对折门票 2018天生我才报名将于本月31号截止 感兴趣的选手可通过现场报名 和网络报名两个通道完成报名程序 美国中文电视 吴丹琪 李若斌 凯萨 纽纽报道 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电视